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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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好 我是蔡立真 我们继续核心信仰的专辑 我第一次介绍异端的定义 第二次谈圣经与信经 今天谈圣经正典的范围与权威 圣经跟信经不是两种不同的系统 两种不同的内容 其实内容是一样的 只是他用的语言 用的表达方式不一样 所以初代有一个教父 有一位神学家叫做Vincent Vincent of Lehon Lehon是法文的发音 他是在法国的南部 这位教父他说信经不是一个新的教义 而是旧意新说 用新的方式来表达旧的教义 用新的语言 用比较调理逻辑的方式 来表达圣经的内涵 所以他跟圣经是平行的系统 内涵是重叠一致的 我们上次介绍达文西密码 我说就娱乐的价值来说 他是家座 就历史事实来说 他半真半假 那就信仰的角度来说 几乎是胡扯 那我们再补充一下第二点 就历史事实来说半真半假 这是2004年的畅销书 2005年天主教 罗马天主教反击这本书 他们认为这本书把虚构与史实 历史的事实 虚构跟史实混为一谈 当时国家地理的电视频道 National Geography Channel 也为这本书做了专辑 书比电影精彩 你看电影可能看得莫名奇妙 那书比较精彩 国家地理频道的那个节目 做得很不错 做得很公允 很平衡的报道 他们访问了一群神学家跟学者 包括牧师或者是神父 那国家地理频道 给这本书的定位是说 它是介于可疑 与可异之间 很有意思 那这本书 我说它真真假假 那它的确是有一些不错的东西 那展示了作者 作者是Dan Brown Dan布朗 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以及编故事的能力 一方面作者介绍了 人文界跟自然界 不少有趣的现象跟知识 比如他把画家达文西 科学家牛顿 或者是文学家余果 Hugo 列为是历代西安会的盟主 西安会就是有名的秘密会社 共济会的会长 那还有自然界一些有趣的现象 自然界有一个黄金比例 我们叫φ值 φ值是1.618 我们以前读数学的时候 有φ值 φ值是3.1416 那它介绍的是φ值 PHI φ值 φ值是1.618 这存在于很多自然界里 比如天上的行星 比如地上的动物跟植物 还有我们人体的结构 比如你在海里所捞上来的海螺 那个螺旋状的海螺 它每一圈 每一圈直径跟下一圈的比例 刚好是1.618 我们人的手臂 从肩膀到指尖 跟我们手肘到指尖的比例 也是1.618 那这些知识让人震惊 使人着迷 所以我说它有真的地方 可是假的地方也不少 这本书有很多地方 是没有办法通过严谨的考据 比如国家地理电视频道的专辑 曾经采访了知名的意大利 很有名的学者 是现在很有名的名嘴 他是语言学家 历史学家 美学家 建筑师 又是哲学家 他写了很多很多有名的小说 其中有好几本已经翻成中文了 他的名字叫做Echo Echo Echo他在批判这本书 他说习汉会 习汉会根本是在达文西之后 三百年才成立的 也就是说是 时间上兜不拢 所以也就是说是胡扯的 这本书涉及 我们基督要信仰的时候 很多是胡说八道 它是为娱乐而牺牲真理的 最佳代表著作 Dane Brown 作者曾经说 跟我们今天的专辑有关 他说圣经是人类的产物 是人写的作品 是为记录那纷乱 扰扰的时代 所创造出的一份历史报道 经过无数次的修订 增补翻译 这本圣经没有一个定本 定本就是固定的版本 很多基督教信仰 Dane Brown说的 是经过辩论 还有投票的程序而制定下来的 中间介入了很多政治斗争 与政治角力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我教教会历史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也没有错了 我们等一下介绍的信经 三个核心信仰的三个信经 在制定的过程 其实有不少政治斗争 Dane Brown又说 耶稣跟摩大拉的玛利亚结婚 生子的故事 是记载在诺斯底福音书 以及有一卷书叫做 玛利亚福音书 这个玛利亚是指 摩大拉的玛利亚福音书 这两卷书 包括另外一卷很正义的书 叫做犹大福音 在初代的教会 都是被定为是异端的书信 异端的福音 早就被排除在外了 Dane Brown的达文新密码 就是根据这几卷福音书写的 Dane Brown说 初代的教会 为了怕耶稣基督的人性表现 就是他既然结婚了 而且有生下后代 会削弱他的神性教义 所以就把这些福音书 排除在圣经正典之外 诺斯底福音 跟摩大拉的玛利亚福音书 都是属于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 什么叫做诺斯底主义呢 约翰福音跟哥罗西书 都是针对诺斯底主义写的 诺斯底主义是初代教会 所面对最大的异端 它有两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二元论 灵命界跟物质界之间 有无限的鸿沟 看不见的灵命界 跟看得见的现象界之间 没有任何的接触 所以至高的上帝 跟世界是没有任何的瓜葛 那也就是说 创造这个物质世界的 耶和华 在他们的系统里面 只是一个赤等的神 至高的神 绝对不会接触物质的世界 这是第一个重点 各位你一听就知道它是异端 因为它跟圣经的教导 根本是抵触的 第二个重点是排斥物质 贬低物质 各位我也知道 我们的身体就是物质 你可以触摸到的 会改变的都是属于物质界的现象 所以我们基督教非常核心的信仰 道成肉身 身体复活 都是诺斯底主义 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东西 所以初代教会很早 很迅速的 很轻易的就定诺斯底是异端 所以他们所写的那些福音书 什么摩大的福音书 或者是犹大福音书 全部都排除在正典的范围之外 每一次有这种争议性的书籍出版的时候 圣经密码 或是达文系密码出版的时候 我都很兴奋 因为真经不怕火烧 表面上好像是外人在 抨击基督教的圣经 抨击基督教的信仰 但是这个是 当世人都在注意这些书的时候 是给教会很好的机会 我们可以来介绍正确的信仰 那我就从达文系密码 他抨击圣经形成的过程 来介绍我们自己的圣经 基督教的圣经形成的过程 圣经正典形成的过程 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但是却不是Dan Brown所说的 是一个阴谋的斗争结果 Dan Brown还曾经说过 历史是赢家写的 成者为王 败者为寇 圣方是主流 是正统 败方是非主流 是异端 圣方会美化自己的动机 会丑化被征服的对手 其实我们所谓的正统教会 或者是主流 也未必是从人数来说 也未必是绝对占优势 在历史当中 主流教会 或者是正统教会 常常是属于不利的劣势 我们要经过很不容易的过程 很辛苦的过程 才能够抵挡一端 所以Dan Brown所说的 是他的一面之词 我们来谈谈圣经 正典形成的过程 回教跟我们读同一本圣经 由亥教他们的圣经 就是我们的旧约 有一些基督教团体 他们除了圣经之外 还有加上其他的权威 比如回教有可兰经 谋门教有谋门经 韩国的统一教 又加上了创办人文显明的著作 天主教还有赤经 还有玫瑰经 教会最早的确就像 Dan Brown所说的 没有一个固定的版本 初代教会有人 任意地删减圣经 比如犹太人 他们只接受旧约 不接受新约 初代有一个异端 叫做马吉安 他是教会的长老 他对旧约的耶和华 很有意见 耶和华很残忍的样子 他要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 也就罢了 为什么要把人家的埃及长子 全部杀掉 把以色列人带进迦南 还要把人家迦南的原住民 赶尽杀绝 所以他对旧约的那位 耶和华上帝是很感冒的 所以他的正典里面是没有旧约的 马吉安是历史中 第一个编圣经正典的人 他的正典只有新约 而且他的新约 跟我们的新约又不一样了 凡是新约圣经提到旧约的 那位耶和华的经文 通通被他删掉 他的心目中 最崇拜的英雄是保罗 所以保罗书信 大部分是出现在 他的新约正典里 这些团体 都是先有哲学前提 再来决定 他们需要哪一种正典 但是正统的基督教 却是先有圣经正典 再来发展 我们的信仰教义 耶稣曾经说 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 这经是指旧约圣经 因为耶稣做这话的时候 新约圣经还没有形成 旧约是耶稣基督的预表 那耶稣基督是旧约的应验 至于新约圣经 更是以耶稣基督为启示的中心 是终极的目标 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 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 多次多方的小欲列祖 就在这末世 借着他的儿子小欲我们 这个众先知指的就是旧约 他儿子指的是新约 所以旧约跟新约 都是上帝启示给他百姓的经典 新约最后一卷书 启示录最后有警告 如果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 删减什么 上帝必追讨他的罪 不过也有人挑战 说启示录的这句话 只针对启示录的这一卷书说的 就是启示录这一卷书里面 你不可以增加什么减少什么 没有关系 重要的真理 我们不会只倚靠一节经文 我们来看犹大书第三节 要为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 竭力的争辩 这一节清楚的指示 圣经真道的范围 圣经是整体性的 是完整的 新约圣经有几卷 很晚才写成的书信 我们称为教墓书信 包括提摩泰前后书 包括提多书 多次使用类似刚才 犹大书的字眼 也就是比较含糊笼统的字眼 像真道 善道 或者是纯正的道理 这一类的字眼 来指示使徒所传详 那个整套完整的福音 我们来读这几处经文 比如提摩泰前书第二章第四节 他愿意万人得救 明白真道 那个真道是指什么 没有讲清楚 提摩泰前书第四章第六节 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 便是耶稣基督的好执事 在真道的话语上 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 得了教育 用的也是真道跟善道 这含糊的字眼 再讲整套完整的福音 提摩泰前书第六章十二节 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 还是真道 各位你在读圣经的时候 提到读到这些真道善道 你心目中在想哪一些范畴呢 提摩泰后书四章二到三节 勿要传道 无论得时不得时 总要专心 并用百般的忍耐 各样的教训 责备人 警戒人 劝勉人 因为时候要到 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 耳朵发扬 就随从自己的情欲 增添好些师父 用的也是含糊的字眼 纯正的真道 但是 因为他反复不断地在使用 所以我们相信 初代教会读道的时候 读道这些字眼的时候 他们都知道 是在讲什么 他们都知道 是指一套完整的内容 有几个疑问 就是为什么 只有新旧约圣经 被列入基督教信仰的正点 可能你听过赤经跟卫经 为什么赤经跟卫经 被排除在外呢 我们刚才说 异端 诺斯底主义的福音书 被排除了 那赤经跟卫经也是如此 初代教会曾经流传 就是我们在看 他们的作品里面 他们引进据典的时候 会常常使用一些书卷 比如西伯来福音 也不是西伯来书 是西伯来福音 埃及人福音 彼得福音 不是彼得书信 是彼得福音 保罗行传 不是使徒行传 而是保罗行传 黑马木人书 巴拿巴书 十二使徒一讯等等 这些都频繁地出现在 初代神学家的作品里面 但是后来都没有被教会接受为正典 那今天我们接受为正典的书信 比如启示录 比如西伯来书 比如雅各书 彼得后书 都曾经被一些教会质疑过 就是争议性比较高的 特别是启示录 启示录在当时的东方教会 是比较被争议的 就是很多人怀疑启示录的正确性 但是后来经过了鉴定讨论之后 启示录仍然被列入正典 我们来谈谈赤经跟卫经 他们没有被列入正典 主要的原因 就是没有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这次经跟卫经其实还蛮好看的 有点像你读达文西密码一样 趣味性很高 那就很吸引人阅读 比如赤经的第一卷书 叫做多比传 多比传那个主角 主人翁多比 他在路上散步的时候 被天空的一只飞鸟的大便 弄下了眼睛 后来天使就指示他说 你的儿子 要你的儿子去海边钓鱼 鱼钓上了以后呢 取他的肝跟胆 胆是为了驱魔 肝是为了治你的眼睛 后来又指示他的儿子 去娶一个远亲的女儿 莎拉 那个莎拉有克夫命 他克死了七个丈夫 那个丈夫都是在洞房叶的时候死掉 原来是有魔鬼 后来多比的儿子叫多比亚 他就用鱼的胆来驱魔 各位你在读这个刺经的时候 好像在读传奇故事一样 很有意思 但是赤经跟未经有很多错误的教导 比如积功德赎罪 比如为死人祷告等等 这些经外的作品 也许有一些历史参考的价值 但是它们不是上帝所启示的正点 这些圣经的书卷 在时空拒留的移动之下 慢慢地形成 过程虽然废时旷日 却是在圣灵的保守之下 拍板定案 那个行程的过程是漫长 就是经过了好几百年才形成的 这个显示出教会在接受正点范围的时候 是非常谨慎的 新约的正点确定的时间是很晚的 我们不谈旧约 因为旧约争议性不高 就是耶稣所使用的旧约 我们也接受 所以我们不必去谈论旧约 我们现在谈论新约正点的行程 新约正点的行程时间非常晚 它是在祖后第四世纪的时候才形成的 是教会开了四次会议以后 才正式的拍板定案 教会开了一个会议 是393年的西波会议 还有397年的加太纪会议 才正式确定正点的范围 有人就会问说 那这四五百年里面 如果教会内部出现异端的时候 我们凭什么来断定呢 今天我们可以凭圣经来判定异端 但是那个时候圣经根本还没有形成 教会究竟凭什么标准来裁决 而且教会是开会来决定 27卷的内涵范围 那么是不是教会的权威 高过圣经的权威呢 至少天主教过去一千多年 他们认为教会的权威是高过圣经 获得教会的权威跟圣经的权威是一样的 最近这五十年来 他们才跟我们一样口径一致 天主教最近才承认说 圣经的权威是高过教会 高过传统 好的 我们的答案是这样 大公会议不是决定正典 我们是追认正典 追认已经被教会奉为正典 被教会奉为权威的圣经 事实上当福音书或者是保罗彼得的书信 一被写成文字 就被各地的教会传阅诵读 我们来读贴沙罗尼加前书二章十三节 保罗所说的 为此我们也不住地感谢神 因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乃是以为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并且运行在你们信主的人心中 不是人所讲的 不是保罗所讲的 而是神的道 而且这个是因为神运行在人的心中 我们才承认 我们才接受那是神的道 所以教会是被动的追认 我们是追溯既亡 已经被奉为正典的书 为圣经正典 神的阳听神的声音 神会保守他自己的启示 在教会当中被流传 被教导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恩典 最近这几年有一个议题 也是常常被人家讨论 还有人出版书在讨论这个议题 是究竟先有圣经还是先有教会 究竟是先有信仰 还是先有信仰团体 是先有以色列人还是先有十戒呢 我让学生讨论这个问题 哇 七嘴八舌 表面上看 当然是先有犹太人 今有以色列人 今有希伯来人 上帝才赏识十戒 十戒就是颁赐给以色列人 所以好像是先有信仰团体 之后才有神的话 但是各位你也不要忘记 不是所有以色列人 都是神的百姓 要接受神的话语的以色列人 才算是上帝的百姓 那也就是说 神的话语反过来 会去规范以色列人 神的话语反过来 会来筛选他自己的百姓 接受神的话 接受圣经才是信仰团体 所以我再讲一次 表面上好像是先有教会 才有新约的正典 但是其实是 接受神的话语的百姓 我们才算它是教会 虽然正典曾经有不同的清单 我们现在有留下来的清单 在十三份的清单里面 有七分是相同 六分是不一样的 所以当然是有一些争议性 但是只有少数的极卷书 是有争议性的 就像我刚才说的启示录 一开始东方教会没有接受 所以保罗在写信给某些教会的时候 比如老底家的教会 或是哥罗西的教会 可能保罗写给某一个教会 其他的教会不知道 所以有一段时间不敢列入正典 所以在这些有正义性的书卷上 信仰团体就是教会的重要性 才一发的显出来 所以基本上是神的话语 正典在先 教会在后 教会是回头来追认神的话语 圣经的正典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今天介绍到这里 来吧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踏平江峰的岛就是我们 我们一条心脱着道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